我有三个哥哥 他们对我不屑一顾 却把假千金宠上天 大哥不愧是霸总 有钱有盐 可最后公司没了 还蹲大佬 二哥哥谈心心 可惜车祸毁容 一语而终 三哥我最喜欢 电竞冠军 哎 悲催的俱乐部起散 还没了一条腿 某天 假千金突然是宠 大哥送我拍卖会珠宝 二哥给我打零花钱 三哥直接把他好朋友 塞进了我房间 我 三哥 你不是说他很帅想睡一睡吗 我穿梳了 成了女佩真千金 原主为跟假千金争宠 把自己做进了精神病院 现在的我只想当闲鱼 此时女主假千金祭扰 站在三哥哥中间 满脸委屈 就因为我妈要把家里 最好的房间安排给我住 而那个房间 原本是属于祭扰的 大哥几家许看向我 目光清冷 饶饶东西多 不好搬 祭司你直接住客房 应该没问题吧 几家许五官深邃阴品 气质冷裂轻贵 她是不折不扣的宠妹狂魔 怨重一号 当她得知 祭扰是祭家养女后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爱上了祭扰 她知道 祭扰爱吃的所有食物 清楚祭扰的每个小习惯 记得她的生理期 会给她煮红糖水 祭家许的爱隐忍而克制 沉默于黑夜又闪闪发光 男女主相爱相杀 互相拉扯 而她沦为牺牲品 在对男主家发起商战后 祭家许失去一切 人生尽毁 祭扰根本不爱她 只拿她当刺激男主的工具人 大哥有钱有盐 可惜啊 好好地霸道总裁不当 不但被祭扰被刺 还输光家产 蹲了大脑 别人家的霸总是行走的妖子 一个个气大火好 经常让女主三天三夜下不了床 我这大哥倒好 拉女主的时候只敢拉手腕 就这 还恨不得把心肝屁肺肾都逃给她 怨重一号 傻鼻恋爱恼 为了狗住 我笑着乖乖点头 行的 都听大哥的 怎么回事 我都答应了 大哥的脸怎么还黑透了 我妈查觉到祭扰的异样 心疼地拉着我 左右为难 都是妈妈考虑不周 要不思思 就先去你二哥房间住吧 他平常也不住家里 二哥几滑餐一听不乐意了 妈 我这次回来 准备住一段时间的 你要赶我走 二哥拥有大好虔诚的歌谈心心 祭扰为了在同学中显摆 代思生进了他休息室 被泼硫酸毁了容 二哥毁容后 吉扰说 不管他变成什么样 都最喜欢二哥 那语气像急了中介片台进场 结果这大傻逼还真信了 刚开始 粉丝们都在谴责计扰 他为了摆脱网报 不惜抹黑自己二哥 说二哥是时间管理大师 那私生是二哥前女友 交往期间二哥劈腿 大开泳池派对 还大意灭亲 将二哥的毁容罩 高价卖给狗仔 歌谈心心一夜坠落 全网吃瓜群众 开始网报二哥 在多重打击下 任种二哥一遇而终 太可惜了 我刚回忆完剧情 刚才一个眼神 都不愿意给我的二哥 突然扭头瞪大眼睛盯着我 我一脸懵得眨了眨眼 我妈觉得二哥对我太凶 护独自地将我揽入怀里 不愿意就说 你凶什么 算了 那老三今晚睡个房去 三哥纪飞白 放荡不羁的电竞天才 他只比我大一岁 去年电竞大赛 跟高考时间壮了 他为了游戏事业 直接放弃高考 继父知道后 暴跳如雷 说要解散他的游戏工作室 好在纪飞白一名惊人 拿下全国冠军 在挨了继父一顿打后 他保证今年好好学习 游戏工作室 这才算保住了 原书里 我最喜欢三哥纪飞白了 少年天才 心地善良 可惜他被寄饶 害得断了一只手 俱乐部也因此解散 三哥也从此沉沦 可气 好的 妈 那我先睡客房 耳边传来纪飞白的声音 不对 原剧情不是这样的呀 他应该是不爽拒绝了才对 大哥清冷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用了 我今晚去公司 让张仪把我房间收拾一下 给小妹先住 二哥也往前一步 还是让小妹住我那屋吧 这么多年没见 我也想好好跟小妹聊聊天 等聊完了 我睡沙发就行 我 什么情况 他们怎么还强起来了 此时女主急扰 双手紧紧抓着裙脚 眼里阴晕着雾气 她想哭 想引起大家注意再哭 可这会哪有人看她 急扰见词 实在绷不住了 直接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对不起 大哥 二哥 三哥 都是饶饶不好 那房间本来就是属于丝丝的 我马上就办 急扰阴阴了半天 可是几个哥哥 没有按掉原剧情安慰她 大哥皱眉 沉默 二哥后退一步 经纪人给我来电话了 三哥拿我的箱子 拽着我就走 急扰还在音音 思思是讨厌我吗 所以不愿意住我的房间 我 由于三哥眼疾手快 我成功跳开了 要跟女主同住一屋的原剧情 能避免不少麻烦 二哥说经纪人找她 提前离开 大哥说公司有事 转头走了 还在客厅里音音的寄扰 一时间显得有些孤单 打开三哥房间的那刻 我就被各种炫酷的科技感流光闪下一眼 这简直就是我梦中的电竞情仿 白色的书架上放着各种游戏人物手办 还有三哥在各种比赛中获得的奖杯 三哥炫技式的给我讲了他的各种游戏设备 思思 打游戏吗 一起开一局 面对突然的邀请 我愣住了 我记得按照原书设定 三哥很讨厌家里人进他房间 更讨厌别人动他游戏设备 当然 女主寄了除外 原主有次因为好奇摸了下级非白的PS5 就被他给推倒在地 头都给磕破了 这晚 我跟三哥一直泡在房里打游戏 打得天昏地暗 他眼里的小心性也一直在闪 思思 你很有天赋 考不考虑走职业路线 第二天 我俩在张仪的催促下才起床 差点迟到 听说这家的真千金是从乡下找回来的 乡下妞 直接进咱们火箭班 听得懂英语吗 就是 跟得上咱们的社团课吗 钢琴他怕是摸都没摸过 记扰 你家那个乡下妞怎么还没来 我和纪飞白顶着黑眼圈 出现在教室的时候 记扰欲言又止 他乖巧地喊了 纪飞白一声 三哥 三哥朝他点点头 一脸生人无尽 他拽着我直接坐到了教室后排的空位 他就是纪飞白呀 全国电竞冠军 好酷啊 听说在记家三个哥哥里 他最宠记扰 记扰 你这个妹妹怎么不跟大家打招呼 这么傲的 记扰回头看向我和三哥 眨了眨他那人畜无害的大眼睛 别这么说我妹妹 他只是有点呆 以后还请你们多照顾他 我 你每个眼睛看出 我有点呆 他在乡下学校跟不上学习进度吧 怎么直接进 咱们金银班 我知道了 肯定是为了宋泽硕吧 哈哈哈哈 笑死人了 周围人都在嘲笑我 我不弄返校 那个傻叉男主 谁喜欢谁去吧 大家都知道 记家和宋家并了娃娃亲 小时候我丢了 这婚约就是记扰的了 过不了几天 我妈就会宴请宋家商量 把婚约还给我 女主记扰坐天坐地不同意 男女主的感情 从学生时代一直纠缠到工作以后 两人疯狂拉扯 相爱相杀 把什么囚禁 失忆 虐身虐心 追欺剧情 全都完了个遍 婚约 我没兴趣 我只是爱上学的 我不卑不亢 讲得很认真 换来的却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记扰看着周围的同学嘲笑我 洋洋得意 大家快别笑我妹妹了 这婚约 我本来就该让给他 这时记扰身边的狗腿子 男配消去开口了 扰扰 你太善良了 别委屈自己 他记思思也不撒抛尿 看看自己什么样子 不对呀 这台词原本是三哥的 怎么换人了 自从开学这天起 班上人都知道 纪飞白宠媚 但传到男主耳中 就变了味道 男主因爱生恨在学校霸凌计扰 纪飞白为他出头 被男主打断了手 也正是那时开始 记送两家闹掰了 再后来女主害死了 对他有养育之恩的记家 而我这个炮灰 记家唯一的幸存者 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三哥这回合上了手里的书 看向狗腿的男配 眼神肃杀 他快步走到萧续面前 你好 我是纪思和纪扰的哥哥 纪飞白 萧续一愣 笑着伸手示好 结果直接被纪飞白钳制住 咔嚓 咚 萧续被瞬间放倒 他痛得满地打滚 就无法喊出声来 你是欺负记家没人吗 以后我若再听到你骂思思 就不止下巴拖就这么简单了 刚才嘲笑我的人 全都闭脉 纪扰一脸刺挠地站在原地 萧续去了笑医室后就再没回教室 我估摸着受伤太重回家休息去了 奇怪的是 今天除了考试其他时间 都没看到男主宋泽硕 更奇怪的是 放学我和三哥在车上 等了好久纪扰都不见他 妈妈见纪扰半天不出来 让我和三哥一块去找下他 教室没人 操场没人 直到纪扰的电话铃声 从女生卫生间里传了出来 一块传出来的 还有男主宋泽硕的声音 纪扰 你就这么不乖吗 萧续这种狗都能入得了你眼了 为了给你生日准备庆贺文案 我花了两千成瓜壁 你就是这么对我的 还有你跟你家哥哥们那么亲近 晚上生日还做点别的什么 纪扰一音的哭着 没没有 萧续被我哥打了 我只是很快第三个声音突兀的 从卫生间里传了出来 口齿不清 呜呜呜呜 宋少都是我的错 你别怪纪扰 我挨着门缝看了进去 竟然是萧续 他下巴脱臼 我听着都觉得疼 这舔狗不是回家了吗 下一秒 门被打开 我与纪扰四目相对 六 纪扰头发凌乱 眼里满是雾气 宋泽硕伸手捏住他的下巴 掰正他的头 你怎么总是学不乖 我不是说过 你只能看着我一个人吗 怎么 就这么喜欢看别的男生 哦 男主中二都想吐 宋泽硕随着纪扰的视线扭头 看着我和三哥轻蔑地笑了一下 原来是我的未婚妻来了 这台词真疼得熟悉 男主又在气你煮了 我立马发声 打住 我对你没兴趣 原因这事你着急让 我特么才不想当你们play的一环 作为男主 到哪都被重心统约 他哪有被拒绝过 宋泽硕的脸肉眼可见得绿了 女主终于再也压抑不住眼底的雾气 视线越过我 看向三哥音音地哭起来 宋泽硕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别为难我妹妹和三哥 不对啊 怎么剧情提前了 这不是几非白被宋泽硕打断手那天的剧情吗 三哥呀 你可千万要稳住 别意气用事 几非白皱了皱眉 既然这样 就被几非白抓着就往外走 身后传来消续口齿不清 骂骂咧咧的声音 几非白你个闹肿 你妹妹被欺负你竟然逃了 你不配当他哥 消续下巴脱臼 还在忍痛坚持骂我们 甚至冲过来拽住了三哥 不愧是对女主死心塌地的男配 闭嘴 还不等几非白动手 宋泽硕便从一侧一脚踹翻了骂咧咧的消续 与此同时 我们也被他的小弟们拦住了去路 啊啊啊啊 看来男妹要打一架了 我撇了撇几非白的手 这手可不能断 不然谁带我伤亡者 三哥 既然我来了 我会尽力保住你的手的 除了男主 几个男生对几非白群起而攻 女主寄饶又在一旁阴阴 别打了 你们别打我三哥 男主宋泽硕露出自以为邪四的中二笑容 怎么 饶饶你心疼了 我瞅了一眼三哥那边 他还算能勉强招架 原剧情是男主亲自打断了几非白的手 那我只要先把男主干趴下就好了 我快速回忆着军体拳招法 踢 打 摔 拿 凝 一气呵成 在宋泽硕的一脸震惊中 我已经把他给控制住了 宋泽硕想反抗 直接被我一个反手推进了厕所坑位 开玩笑 我在这书里的身份是谁 从小在乡下长大的野丫头 力气飙太大 有人去扶宋泽硕 有人跑来想制服我 三十秒后 所有人都被我打趴下了 张老师过来了 快走 门外突然跑进来一个男生 看着被我打伤的一众同伴 可置信地后退两步 季思思 我从不打女人 今天算你运气好 对对对 你不打女人 你专门被打 宋泽硕放了句狠话后 火速离开 一直倒在地上的肖旭 突然哀嚎起来 我的手 我的手 饶饶 我的手断了 肖旭最后是被120拉走的 我和几飞白 极老三个人 整整齐齐站在了教导主任 张老师的办公室里 音音音 安静的办公室 寄老梨花带雨地哭着 张老师 这一切都是误会 肖旭只是为了保护我 他的手受伤 真的不是我三哥造成的 我尼玛 本来他断手就是男主活活的 要你在这当好妹妹 张老师一脸严肃 那是谁伤的肖旭 寄老不再回话 只是一直哭 我妈本就在学校门口等我们 来得很快 最后还是我三哥开口了 是宋泽硕 三哥讲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我也频频点头 反倒是寄老 一个劲的摇头 一个劲的帮宋泽硕讲话 宋泽硕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对我有点误会 而且刚才他打我的时候 都避开了要害 他其实很善良的 女主这一系列操作 我真是震惊他妈给震惊开门 震惊到家了 宋家在书中是可招惹的存在 张老师思考再三 让我们先回家 宋家和季家的梁子 也因此提前了 我妈气得不行 把季老批了一顿 到书房去给爸爸打电话去了 几飞白接到游戏工作室 合伙人的电话 也先上楼了 客厅里只剩我和季老 我刚准备走 却被季老一把拉住了胳膊 季思思 别以为你那点血缘关系 就能拿走爸爸妈妈和哥哥们的爱 你赢不了我 哥哥们会永远爱我 他似乎想要急着向我证明什么 他随手点开了大哥的视频通话 音音 大 我在开会 晚点说 客厅里只剩下被挂断的盲音 季老被打脸 不甘心 他深吸一口气 又给二哥打视频 这次他也不哭了 只是红着眼 二哥 啊 嚷嚷 我同学没抢到你演唱会的门票 二哥能不能 又只剩下被挂断的盲音 我手机里的消息 却滴滴滴的响不不停 我一看是大哥和二哥 直接开了外放 思思 听小白说 你们在学校打架了 你没受伤吧 很快又弹出了二哥的消息 思思 听说宋家的兔崽子被你削了 666 我这个月的演唱会你要不要来 我跟妈去说下 不会影响你学习的 纪老听到大哥和二哥给我的留言后 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懒得跟纪老纠缠 甩开他的手往房间走 走到楼梯转角 我远远地听到 纪老荒漫的低语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明明我才是主角 第二天 萧续果然没有出现在学校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威胁 他一口否认了 自己是被宋泽硕打断手 而是自己不小心摔的 事发时间段 学校的监控也全被删掉了 对于纪老受到霸凌 当事人都表示不在意 老师更不会批评宋泽硕了 这件事不了了之 宋泽硕好几天没有出现在学校 只是中途来参加了一次五校联考 纪老不知道 为什么最近学习特别努力 也不做了 由于萧续出事 学校里的怨种男配 都离女主远远的 我悠哉地过了几天快乐日子 每天放学回来 就跟三哥一起愉快地打游戏 思思 等会我好朋友要来 他也是我工作室的合伙人 等会给他秀下操作 我觉得你以后 真的可以走职业路线 三哥的合伙人 我仔细回忆着剧情 是个名叫鲁星的炮灰男配 这个合伙人也是大怨种 初次见面就对女主一见钟情 后来女主挑拨离间 害得三哥跟他好朋友反目成仇 所以他现在跟女主到底见没见 三哥 小心 纪飞白不知道在想什么 送了人头 思思 你先完会 我有点是去打个电话 三哥刚推开门 就碰到正准备抬手敲门的寄扰 三哥 寄扰甜甜的开口 轻腻上前 三哥却像碰到温神似的往后退 寄扰把敏感脆弱全写在脸上 小白花小心翼翼 委屈地开口 三哥 这是我这段时间整理的复习资料 想要能帮到三哥 寄扰把手里几本厚厚的 笔记赛禁忌飞白的怀里 也不知道是不是笔记本烫手 三哥把几个本子 从左手拿到右手 又从右手放回左手 最后修的丢给了我 嗯 谢谢 思思也快看看吧 寄扰闷了一瞬 勉强维持着脸上的笑容 对 思思也可以看看 别天天缠着三哥打游戏 你要是害三哥今年考不好 爸爸会关掉三哥的游戏工作室的 那三哥多年的心血可就被你毁了 嘖嘖嘖 人在家中做 说要二哥的演唱会门跳 我找人帮你拿了两张 季饶脸上的不悦瞬间消散 啊 我就知道 还是三哥对我最好了 季饶开心的直接往三哥怀里跳 三哥瞪大了眼睛往旁边闪 但还是全身僵硬的被季饶给孤住了 饶饶 随着三哥声音提高 季饶也松了手 他赶忙跟季饶拉了距离 他们有点忙不能送过来 找关系要票的人多 你最好现在就去一趟 我把地址发给你 季饶出门后 三哥长长地说个口气 我回忆着原书剧情 实在想不起有这么一段 既然我刚走没多久 鲁星就到了 我丢 这个怨重难配 颜值逆天 无关立体 轮廓分明 线条明显 不是嫩鲜肉长相 而是很英气 很硬朗的长相 帅到我心窝窝里了 啊 老天 这样的帅哥能不能给我睡一睡 就是不知道这称衣下面有没有料 嘶哈嘶哈 要是再来八块鸡就更棒了 噗 正在喝水的三哥突然被枪到 然后直接一口全都喷在了鲁星的身上 他的衬衫从胸口一直湿到了肚子 走走走 换件衣服去 三哥拽着鲁星就进了我的屋 由于我占了三哥的房间 客房还在改造 他的游戏装备和很多东西都还放在我这 三哥从柜子里拿出件衛衣 直接丢到鲁星手里 赶紧换 小心感冒 鲁星拿着手里的衣服 撩开衣角露出隐隐约约的腹肌 然后停住了手里的动作 看着我 我老脸一红 继续呀 噗 我先出去 谁知三哥直接拽住了我 哎 别走 游戏开了 我说星哥 你一大男人矫情什么 赶紧换好 看看我家思思的操作 简直天赋一柄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鲁星也不矫情 快速脱了衬衣 穿上我三哥的卫衣 嘖嘖嘖 这副机 可以起瓶盖 三哥游戏开局后 直接把位置让给了鲁星 我一顿操作猛如虎 直接闪瞎了鲁星的眼 他不停夸我 思思考虑一下加入我们的战队吧 不聊 我以后想当战地记者 今年得好好高考 三哥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局游戏都不打 反而是打了几个电话 还特地安排了司机去接纪扰 我跟鲁星一边打游戏 一边聊天 说来有些奇怪 我真不是见色起义 明明跟着院种男配第一次见 却有种说不出的熟悉感 鲁星离开的时间 和纪扰回来的时间 完美错过 可能 这就是改变剧情带来的蝴蝶效应 三哥这边是度过了一劫 没想到二哥那边提前出事了 据说 司生不知如何得知了 二哥排舞教师的位置 对着他出来泼硫酸 幸运的是 二哥眼疾手快 撑开雨伞挡了一下 硫酸四件 烧毁了他的衣服 但好在人没受伤 报警后 那个司生犯很快就被警察逮捕了 听到这事后 三哥眉头皱得更紧了 妈妈发现 我跟三哥偷偷打游戏后 直接把游戏设备给锁进了仓库 半天的休息日 我和三哥默默复习了一下午 返校晚自习的时候 司机王叔等着 送我们几个去学校 我和三哥在车上坐了半天 急饶才迟迟跑了过来 今天的纪饶很奇怪 明天还不算冷 他却拿了条丝巾 将脖子围得严严实实 到了学校 没想到这段时间 没来上课的宋泽硕也来了 这次五校联考的数学超级难 超刚了呀 硕哥 你感觉考得怎么样 作为男主的宋泽硕 优越感十足 还可以 看来硕哥又是第一呀 记思思 你考得怎么样 前排的纪饶突然喊我 把班上人大部分的目光 都吸引过来了 我淡淡的回答 还可以 人群里传来一阵讥笑 切 就他 宋泽硕的还可以指的是 没拿到满分 几思思的还可以 我看都不一定及格 哈哈 教室里起哄的声音 随着班头的到来 逐渐减小 数学课代表王健 帮忙发着昨天的考卷 记饶 120分 哇 这次考试巨难 你竟然120 记饶骄傲的接过试卷 看我看了一眼 他拦住要走开的王健 故作关心的说 快帮忙看看 我妹妹记思思考了多少分 王健飞快的扒拉着试卷 结果先看到了宋泽硕的 宋泽硕 天 你太牛了 王健狗腿的把试卷 送到宋泽硕桌上 此时班头的声音也响了起来 这次咱们班数学有一个满分 而且还是这次五校联考里 唯一一个满分 记绕眼里的光闪烁起来 阿硕 恭喜你 几个同学都凑到宋泽硕身边看卷子 但当他们看清楚分数的那刻 也是宋泽硕脸色最难看的时刻 让我们恭喜记思思同学 他的分数比第二名的记飞白高了18分 比第三名的宋泽硕高了20分 教室里瞬间鸦雀无声 过了好几秒 所有人都扭头朝我和三哥看过来 有人不信我考了满分 非要看我写的最后一道大体 不用看了 你们看不懂 记思思用的未积分 这是大学课程 质疑我的人傻眼了 我看着众人依旧淡淡的笑了笑 还可以 宋泽硕把卷子往抽屉里一塞 他不等下课 更不跟老师打招呼 直接脸黑的走了 哈哈男主破防了 还好是数学课被我装到了 三哥不好意思啊 原剧情本来你第一名的被我抢了 快看女主 好像要疯了 笑死了 他给三哥的那本复习笔记上好多错误 明显坑人 他现在脸一定很疼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我刺激到了 下第一节晚自习后 从不敲课给记饶敲课了 一下晚自习 我就接到了大哥打来的电话 思思 你和小白快到东华医院来 妈妈现在在抢救 什么 我和三哥赶到医院的时候 大哥 二哥和吉老已经在手术室门口等着了 爸爸也在赶回来的飞机上 吉老气不成声 都怪我 没保护好妈妈 面对吉老的哭泣 大哥和二哥显得有些冷漠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上一节课就走了 面对三哥的疑问 吉老抹了抹眼泪 声音哽咽的开口 我心情不好 就去找妈妈去了 我们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抢劫的人 妈妈为了保护我 被坏人刺伤了 呜呜呜呜 不对 原书剧情理 妈妈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意外 剧情已经完全改变了 这时三哥接了个电话 他的眼神也逐渐充满了冷意 好 你传到我手机上 三哥伸手搭在吉老的肩膀上 吉老以为三哥要安慰他 刚准备伸手去抱三哥 谁知三哥手上加重了力道 按得他不但无法动弹 甚至还有些疼 吉老 三哥 好疼 三哥 疼 你用刀刺进妈妈胸口时 他该有多疼 什么 大哥 二哥和我三个人一口同声 三哥 大哥 我把视频传到咱们家的群里了 抱歉 为了节省时间 我直接找人黑了家里公司的监控 只见视频中 吉老悄悄潜入了最高楼层的总裁办公室 那是爸爸的办公室 这段时间他在国外出差 一直没回来 吉老打开爸爸桌上的电脑 在里面找着什么 很快 他就拿出口袋里的U盘开始拷贝 他刚拷贝完文件 拔掉U盘离开 一推门就撞上妈妈 嚷嚷 你来了 怎么也不给我打电话 这是爸爸的办公室 妈妈的办公室在走廊右边 开始妈妈并没有怀疑 吉老有什么坏心思 直到看到了他往口袋里塞的U盘 和还没有完全关掉机的电脑主机 吉老当时连谎都不想撒了 直接拔腿就跑 妈妈反应过来时 也跟着追了出去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吉老突然笑了起来 三哥 你不要太离谱 就因为这个 你说我是二妈妈 证据呢 大哥猛地揪住吉老的衣领 怪不得这几天 爸爸问我 是不是用他的账户登录了公司系统 原来是你 你拷贝公司资料是要给谁 送家吗 爸爸妈妈从小到大宠你爱你 一直把你当亲女儿 为了照顾你的心情 思思回来 甚至连任亲眼都没有办 更没有对外说过 你是养女 你竟然干出这种事 吉老面不改色 心不跳 一脸的大意凛然 我怎么了 大哥 你干的那些事就有光吗 当你知道 我跟你没有虚人关系的时候 你就说要保护我 可后来呢 你隐隐克制自己的感情 不理我甚至不见我 你是个十足的懦夫 到现在还在 扑恶大哥 难平 你要证据 证据在这 鲁星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三哥跟鲁星点头示意 鲁星点开手机里的视频 画面中妈妈一直追赶着吉老 甚至跑掉了高跟鞋 吉老像是早就做了计划准备 直接走进了一条没有监控的巷子 但是他万万没想到 今晚这条巷子里 有个摄影爱好者 架了台手机在路边 录炎时拍摄 妈妈追上吉老 要他交出U盘 没想到吉老从口袋里 掏出一把小刀 直接刺进了妈妈的腹部 过了一会有人路过 因为好奇驻足停留 吉老这才嚎啕大哭起来 妈妈 呜呜呜呜 路人看到地上的鲜血 连忙拨打了120 由于是在巷子里 救护车开不进来 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进去的时候 吉老假装受了刺激 装风卖傻 搂着妈妈不撒手 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延误妈妈的救治 可恨 面对证据 刚才一脸你拿我怎样的吉老慌了 他拼尽全力推开大哥 再一次选择跑路 我们还没追多远 就看到刚跑出去的他 不知看到了什么 突然停下了脚步 吉老看了看对面 又回头看了看我 最后捏着匕首朝我冲了过来 也许是女主光环 我被他挟持了 匕首架在脖子上 有点凉 大哥 二哥和三哥都停下了脚步 鲁西一脸肃杀 很快 我也看清了刚才拦住吉老的男人 竟然是宋泽硕 吉老贴着我耳朵低语 记思思 你赢不了的 我实话告诉你 我们在一本书里 我才是女主 你只不过是个命运悲惨的炮灰女配 我本来不想杀你 不知道你一个炮灰 为什么要搅乱这剧情 但走到故事结束的那人 肯定是我 架在我脖子上的刀 只能威胁到我的家人 宋泽硕才不管我死活 静止朝我们走了过来 吉老 我以为你爱的人是我 结果你是想当我后妈 我 扎列啊 原剧情里哪有这一出 就在宋泽硕与吉老四目相对间 鲁西风一般朝我跑来 他动作很快 卸了吉老手里的匕首 将我拽到身后 又快速将吉老推了出去 吉老亮枪几步 被宋泽硕扶住 不 是被他钳制住 吉老想跑 宋泽硕却死都不松手 两人推嗓间 吉老脖子上的丝巾散落坠地 很快 他脖梗间大片的草莓印暴露 原想到宋泽硕刚才的话 吉老 为什么 你说萧续缠着你 我就断了他的手 你说季华灿欺负你 我就找私生毁他容 你说 宋泽硕红着眼发表着他的壮举 不等他说完 吉老突然癫狂地大笑起来 哈哈 你一个男主 怎么好意思拿这点破事出来说 剧情全都乱了 要等你掌管宋家的公司 还要多少年 对 与其陪你玩这些中二游戏 我不如少走几年万路 直接当你妈 吉老脖梗间的应急 和刻薄的话语 无疑不刺激着宋泽硕 他一怒之下 怒了一下 宋泽硕突然伸手 狠狠掐住了吉老的脖子 吉老挣扎了没医会 便没了动静 医院的保安和警察陆续赶来 赶来的医生 第一时间对吉老做了抢救措施 五分钟后摇着头宣告死亡 宋泽硕因为杀人被警方逮捕 在一切恢复平静后 妈妈手术室上亮着的灯熄灭了 手术很顺利 病人已经没有生命危险 还需要在住院观察一段时间 鲁星以为我受到了惊吓 一直抱着我安慰我不肯撒死 其实 我好像刚才也没有那么害怕 女主提前去世了 据说男主在铁窗里 留下了悔恨的眼泪 宋家疯狂捞人 失败 很快 宋家的公司爆出各种违法乱纪问题 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我的妈妈出院后恢复得很好 爸爸很自责 说没有在危险时刻陪在妈妈身旁 于是他决定把国外的生意切掉 专心回来陪伴妈妈 听哥哥们说 爸爸比以前更爱妈妈了 大哥为了给我押金 拿出从拍卖会上拍来的名贵珠宝送我 二哥为了给我押金 给我打了500万零花钱 还专门为我写了首新歌 高考结束的那天 三哥直接把鲁欣推进了我的房间 你不是一直想睡他吗 等等 我什么时候说过 睡是没睡 但那天鲁欣成了我的正牌男朋友 故事好像开了八倍镜一样 提前结束了 一个平常的下午 我跟鲁欣一边吃着零食 一边规划美好的未来 吃着吃着 我从零食袋里摸出了一枚硬币 不行 这家零食不干净啊 结果这硬币的反面 印刷时间根本不是这本书的时间 我盯着上面的时间发呆 这硬币来自于我原本所处的时空 所以 我周围的空间开始扭曲 鲁欣哭喊着伸手拉我 我也拼命地伸手去拉他 但一切只是徒劳 我们俩越来越远 我的世界一片漆黑 再醒来 我的枕头一片湿润 我回来了 回到了原本属于我的世界 这一切只是我的一场梦吗 我找遍了网上所有的小说 都没有看到那一本 生活继续向前 在大学四年后 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成为了一名战地记者 我穿着防弹衣 拿着话筒 扛起相机在前线进行报道 每一天走在街上 我心里都有些慌乱 危险无处不在 炮声和战斗机的轰鸣 几乎成为这个城市的背景音乐 曾经繁华的城市 现在满目疮痍 无数失去亲人的孩子流离失所 虽然我的工作 无法改变人们的生活 但我必须把这些画面报道出去 让全世界的人们看见 这天天蒙蒙亮 我被附近的轰炸声吵醒 轰炸声没有停歇 而是越来越近 我能清楚地感觉到 锁住的房子强烈地震了一下 我同事疯狂地给我打着电话 快去防空洞 砰 下一秒 地动山摇 巨大的耳鸣声让我的大脑开始眩晕 我点开手机的录制按钮往外走 却被碎落的砖墙砸倒 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 轰炸声不知过了多久才停歇 我能感觉到自己在流血 好疼 恍惚中 我听到有人在喊我 纪思思 谁 这声音听上去怎么这么像 露心 恍惚间 我想起了多年前川叔的那个世界 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 大哥的公司上市了吗 二哥是不是已经成乐坛歌王 三哥拿到国际电竞大赛的冠军了吗 想到露心 他比我大好几岁 应该已经娶妻生子了吧 一片烟尘中 我看到有搜救人员朝我走来 坚持住 我们会把你救出来的 对 刚才就是这个声音在喊我 抬头的那刻 我看到了露心的脸 翻爱 我是露心 一书爸总念文里的炮灰男配 不知道在经历第次剧情的时候 我苏醒了 这个作者有点讨厌 他原本给我的官配是祭司司 为了凸显女主光环 非要我做女主的舔狗 为了不再做女主的舔狗 我开始尝试各种办法改变剧情 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在第十次重生后 我发现剧情改变了 但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改变了剧情 直到几飞白跟我说 他最近好像得神经病 能听到几思思的声音 我知道 机会来了 我怕吓到他 不敢问他是不是觉醒了 只能默默地保护他 我没想到主线剧情提前崩坏 男女主竟然都没有活着 进入社会片 我终于可以跟几思思在一起了 成为他男朋友的第一天 他告诉我自己其实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我没想到 我们的分别竟然那么快 我找遍了所有办法 也没能去到他的世界 他离开的日子 我过得浑浑噩噩 我不知道该干什么 又是一天醉生梦死 我突然想到 他曾经跟我提过的梦想 几思思说 他想当一名战地记者 于是我拿出了 尘封多年的医生职业证 我虽然不能成为战地记者 但也许我能离他的梦想更近一些 战争是残酷的 我每天需要救治大量的难民 伤员 耳边不是炮弹的轰炸 就是撕心裂肺的哭声 这天天还没亮 附近的一处平民区就遭遇了轰挂 我迅速穿好衣服 加入了今天的医疗救援队 有个女孩哭着跑过来 跟我说他的同事被困了 他的同事是战地记者 名叫几思思 我知道只是巧合 但我加快了脚下的步子 我在废墟里呼喊着 记思思的名字 不知道我的那个女孩 现在实现他的愿望了吗 如果他也成为了战地记者 我希望他能一切平安 只要足够想念 就一定能再见